作主管总会有落手炒人的时候,没有主管喜欢做丑人的,我都不例外,当年上司就跟我说, 如果你不想对一个人做丑人,你就会成为公司几百人眼中的丑人。 昨天见到特首宣布撤换两个局长,再看到坊间的反应,忽然想起前上司的那番话。 想当年设立文责制,重点应该是文责两个字,一只锅,两只锅,三只锅,如果每次有锅都没有官员要背,这个文责制就形同虚似。 今次两个局长下台和两名女将上台,带出两个重要的信息,第一,睡着的要醒了,第二,有能力的机会来了。 第一个信息很清楚,不想他招君体也相同的官员就要醒醒定定真做事了。 至于第二个信息,就要先了解下这两位女局长的背景才能参透。 两位新的女局长陈美宝和罗淑佩都曾做过运输署长, 前者后来更做了运输及物流局的上臂,今次被炒的运输及物流局长林世雄就曾是他们的上司。 同署一局,上司被炒了,下属就升职,即是肯做事一定有人看到,起码你老板看到。 很多人认识罗淑佩是因为三岁分流,因为他四出游说,在立法会涉战群雄, 事后很多议员私底下都大赞这个官是可造之材。 我留意他反而是黑暴时一单小小的新闻。 2019年社会出现警察的起底潮, 很多反对派的议员就藉口查阅选民资料,找出各区的警察来起底。 当时,警察队原作级协会入品法院,要求禁止选管会披露再有选民资料的选民登记冊给公众。 最后,原作级协会拿到临时禁制令, 怎料香港记者协会就介入诉讼,结果法庭容许传媒有权查阅这些登记冊。 如果大家还记得,那时的传媒是没有网管的,13岁是记者,大学生也是记者,一个人开个频道也是网媒。 于是,当年负责制定相关政策执行细节的罗淑佩, 就以政制局副秘书长的身份去信法院。 他说只会容许在政府新闻署登记的传媒查阅这些选民登记冊。 结果,记协就立即去信特首投诉, 法兰就说政府在筛选传媒。 不做就不会被人投诉,尤其那个疯狂年代, 肯伸个投出来的公务员实在是奇葩。 特首李家超说,他要求官员主动, 2019年能主动作为更难能可贵。 至于三岁分流,最初社会很有意见。 我作为驾驶者,看到不同的隧道在8.08分、7.48分、 下午4.38分、4.58分就转银马的新收费模式都感到莫名奇妙。 后来,适应期过了,所有驾驶者都竖起大帽子在赚。 几十年都解决不了的红税塞车问题没了, 有钱才用得起的富贵膝碎问题都解决了。 原来那个复杂的收费原则背后, 是一大堆研究数据精算出来的结果。 市民未必明白,但因为官员肯闯、肯试、肯做, 效果才有机会展现。 之后,罗淑佩再被调任为房屋处处长兼房屋局的上臂, 解决另一个更老大难的问题就是濫用公屋。 小时候在石暗村居住了超过二十年, 罗淑佩由公屋妹做到房屋处长, 本身已经是一个狮子山下的奋斗故事。 上任后更和房屋局局长何永然携手, 破格请了一对退休警察来帮忙调查滥用公屋的个案, 结果一年多就收回五千多个滥用公屋的单位, 数量足足等于一个中型的屋邨。 几年之间三级条再升为局长, 罗淑佩要面对的是另一个更难度高的考验, 搞好香港的文化体育旅游事业。 成绩是怎样仍然是未知之数, 不过罗淑佩的仕途就令年轻的公务员看到希望。 香港要改革,公务员不能再是不做不错, 少做少错,肯做,有心做的公务员。 香港有问题,你们就有表现的机会了。 不要动靠近了,肯做,有心做维修。 你会给我们做维修。 你们再联络。 我们再联络。 感谢观看